再次提醒您喝酒真的不要开车 高雄有一名男子年前跟朋友聚会 喝完酒之后还开车回家 意识不清直接冲撞到分隔岛上 轿车当场翻覆还滑行了好几公尺远 男子自行爬出来之后打119求救 而离谱的是男子全身血流如注 不过因为喝茫了他竟然完全不感觉痛 救护车火速赶到车祸现场 小轿车360度翻覆横躺在大马路 分隔岛也被撞凹一个大洞 驾驶满脸鲜血自己从车内爬出 打119求救 他好像也没有细安全带 翻车的当下前挡风玻璃整个是破碎的 男子浑身酒味喝得醉茫茫的 消防队员看他血流如注 赶紧替他包扎伤口 夸张的是男子伤得这么重 消防队员问他哪里受伤 男子竟然说毫无感觉 甚至说自己一点都不痛 全是酒精有的祸 他伤口很大 我们在帮他做清洗的时候 他表示都不会有疼痛的感觉 在朋友那边喝完酒 然后才开车准备回家 他酒测值是高达0.11 庆幸的是男子送医后只有头部外伤 最近快过年了 胃牙难免喝酒 但千万别酒驾 以免发生意汉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